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据统计在所有路上行驶的吉普木马人里面呢 可能有70%到80%是从来没有这个去越野或者去4x4或者offroading 那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是吉普迷想要买吉普 那到底是一个这个相对相对比较划算的二手吉普木马人好呢 还是说吉普里面有其他更合适的一台车呢 所以呢今天就这个话题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当然唐大叔已经心里有答案了 那到底今天要介绍哪台车呢 大家莫急看完之后莫喷 但是可以看这些先点赞呢 就是这一台 同样熟悉的这个7G的前脸代表吉普被喜欢的奇大洲 小圆头灯 前脸的吉普标志 放布垃圾的设计 一切呢吉普木马人或者吉普该有的血统都有 那这一台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台车的设计 以唐大叔浅显的这个对吉普的了解呢 我觉得是应该来自于大概在这个2000年以前才有的这么一台 吉普切诺基 XT XJ应该是这个 吉普切诺基 XJ 这台车呢被很多人说是 这个吉普 当然也说的是SUV的一个设计里面的经典 和这个所谓 就好像达尔文的黄金比例一样 最最合理和漂亮的一个吉普的样子 所以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不管是X5也好 不管什么车也好 所有吉普的造型 其实你看这个是很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当然唐大叔刚刚瞄到了 在我们附近 虽然这有点远啊 希望大家看得清楚 这台停着的呢 我相信如果没有看错 就是一个吉普的Therop 而且大家可以如果眼睛先一点 前面这个有防滚蓝什么的 这台车是经过改装准备 已经是平时去越野的一台车 所以大家看一看两台车的造型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那这台车当然不是Cherokee 不是现在我们叫的自由光的切诺基了 而是呢 这个小字 Patriot 我觉得这台车看上去 我觉得从设计上 第一我刚刚说了 从原来小切诺基的这种很多灵感 第二的话就是以前的大 后来叫大切诺基的 Grand Cherokee现在叫 但是现在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 不管小切诺基还大切诺基 早就已经没了原来的样子 都是已经变成圆滚滚的这种 甚至呢 都已经开始偏城市 偏奢华 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说法 是个相对说法 而吉普设计里面那种方方的 那种粗犷的 那种简单的东西 慢慢因为可能市场需求 或者说一些什么原因 慢慢的在大切诺基 还有小切诺基 也就是自由光身上 看得不太到了 而最最纯粹的 我觉得从造型上面呢 也就是一个是吉普木瓦人 基本上这么多件设计 还是那种味道 另外一个呢 就是Patriot 大家也知道 吉普系列名 其实除了Patriot 还有指南者 对吧 Compass 这两款车呢 唐大叔一直都没有讲 一方面原因 当然我喜欢木马人 木马人车型很多 木马人的文化也很多 可以讲的东西很多 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Compass 虽然唐大叔也是在 也都喜欢吉普 在卖吉普 但是呢 这个基本上 我就是跳过了 我认为Compass 更多的定位是 帮这个小倩诺机 也就是自由光摸索的 从造型上也 包括一些其他 是不是可以进入这个 小SUV市场 因为可能当时看到了 这个CRV本田的 还有丰田的RAV4 这一个竞争情况 或者说一个市场热销的情况 就想要进入这个Crossover 当然你看这个大小 其实Compass 完全和现在一般来讲的 FullSize SUV已经差不多了 那它不算是特别小的 可能比这个RAV和那个CRV要大一点点 但是又比FullSize SUV呢 小一点点吧 所以它是一个很可爱的这么一个 不叫Crossover 也不叫CTSUV 这么一个概念 说来说句最接近还是原来的CHEROTY 就是我刚刚说XJ那些东西 那些车型 从造型上到那个感觉 当然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如果是比较冲动型的人 这几不可耐要去买 等一等先 现在唐大叔说一说这台车的 到底定位和一些局限到底在哪里 当然大家知道唐大叔推荐必属精品 如果我自己这么假设说 就是我自己不可能会去开这台车 我是不会推荐的 但是每台车既然它有定位 有受众人群 所以它一定有它一些优点和缺点 那我跟大家讲一讲PATRIOT PATRIOT这台车 先从它的大的分类来讲 任何的车基本上分两种 on-road和off-road 对吧 主要公路开的 还有一些偏越野的 当然吉普的话出名的是越野 但是你光越野的话就像以前的汉马一样 到现在销烂越来越低 因为它实在是有点太偏一边了 所以吉普的它这个长青树这个品牌 其实很大原因也在于它的不断创新 所谓创新和这个变化 推出了乱七八糟一大堆 我觉得有点多了 但是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这些车远了有点 那所以PATRIOT这台车 它是我觉得 就是我开场排出桌的那个 多数的吉普木马人 他都没有这个拿出去外面遛过 所谓这个四驱或者越野过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也要想一想 为什么大家还是喜欢吉普木马人 因为虽然现在的车科技啊 各方面方便便利啊 都弄得很好 但很多人还是忠于这种 所谓简单 就像苹果一样的这种概念 大家喜欢吉普的简单纯粹 还有它代表的文化 那所以如果吉普木马人 你永远不会去越野的话 那很多东西第一浪费 第二的话其实最主要 吉普木马人经过 因为他没有竞争对手 到现在来讲 应该价格并不是每个人 或者说每个喜欢吉普人 都能承受吉普木马人 或者打切诺机 这两个旗舰产品 旗舰车型 那所以Pitcher说到这儿 我觉得就是一个 用我自己的话来说 一个在主要路面行走的 这么一个吉普木马人 同样简单的设计 很纯正的血统 这种方方的 很简单 然后在路上开的时候 很好开的一台车 我认为是一个喜欢吉普的 或者吉普迷 这个在第一 如果他喜欢吉普而已 而不会说太多去越野的话 或者轻越野 这台车是很适合的 如果说真的喜欢 这个去越野的话 那相信还是25木马人 可能更好的选择 当然这个也顺便一提的话 就是这个车的价格定位 在整个吉普家族里面 这台车应该是说 也得过这个奖 性价比最高的车 另外的话 它也跟木马人一样 其实是没有竞争对手 我看了这些 比较其他品牌的车来讲 像这样子 刚刚我说的 又不是城市SUV 又不是超大的SUV 其实这个大小 还有这个定位 还有这个感觉 还真是没什么竞争对手 而且它摆了一个很好的价位 如果你准备入手一些小型 就是说年轻朋友 或者第一次买吉普的 或者是就是喜欢这个品牌 但是木马人可能并不真的适合它 或者暂时不适合它的人 那假如你花两万多块钱 去买一个什么 这个Honda Civic 或者丰田 Corolla的话 那不如买一台可以这么好的吉普 第二的话 因为这台车的大小 它还是SUV 在这个价位里面 两万多全新SUV 全部保养 这个厂房保养的这种 质保的这种车 你想买也是 除非年限很高 年份很高 所以你大学四年里面 有一个这个买一台全新的车 全部的保养 费用什么都是可预见和可控的 然后呢 因为这个车的空间又过大 朋友去玩 这个是很适合的一台车 甚至家庭喜欢SUV喜欢吉普 但是也是一样道理 可能这个吉普 不一定适合他们 或者是这个实在新车太贵了 这台车也是很好的选择 那说到这呢 应该要讲一下这些 这个 讲一些这个数字上的东西 今天唐大叔呢 牵出来这台是一个 这个最基本的 Patriot Sport 它是两驱的 然后是首排的 也就是说所有级别里面 这个最经济实惠里面的 最最经济实惠 但是呢 一看上去 我觉得白色配黑色轮子是 黑色轮圈是很漂亮的 而且黑白相间的这样子 从整体设计上 刚刚已经说过了 大家一看上去 还是很有吉普的味道 SUV的看上去之余呢 还是有一些方方的这种 很吉普 当然只要45度脚以上 或者是60度一角以上 侧面看就马上看到 吉普的标志性圆眼睛 还有7G 还有吉普标志 然后呢 大家再仔细看看 这它这虽然是一个 Sport基本的配置 你看它上面已经送了 你的这个 这个行李架 对吧 然后最下面呢 其实算是单色 但是有这块 也算有点双色的 黑白这样子 和轮子直接过来 这块黑色 我觉得是蛮漂亮 门把黑色 所以白色是不错的 当然其他的 包括红色配这个黑色 还有其他颜色 甚至蓝色都蛮好看 所以这个从造型上 我认为这台车是 很不错的 你不会说认为它是 一个 对吧 像我们旁边停的 这些小货车 不会是一个 你说不出来 这个车到底是怎么样 贵还是便宜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也好 但是一看就是吉普 如果是搞不好 还以为是从六七十年代 穿越过来的一台吉普 那大家再看看后面 后面呢 可能没有参照物不好看 这个车大小 但是呢 其实后面的 除了两排座位之后 我们从窗后这瞄一眼 后面的 trunk 也就是这个后备箱 还是很大一块空间 我目测放两个大行李箱 还有一些其他的 完全没问题 一会儿我们再去看里面 大概呢 外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从侧面看呢 这个镜子 是很像吉普木马人的镜子 也是有点正方形的了啊 带点圆圆的 然后唐大叔喜欢的 既然简单嘛 说来说去 老说简单吉普 一定要当然手熬窗了 手熬窗 然后旁边门上面有个音响 那坐进来之后呢 首先坐进来之前 跟大家看看这凳子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这个椅子 它是属于一种布椅了 但是中间呢 是一种很舒服的这种 这种像沙发的 上面呢又像有点绒吧 这种感觉 所以这坐上去很舒服的 旁边是这种弯弯的 有点像赛车 赛车椅一样很舒服 再看看这个就更清楚一点 那后面的座位呢 也是同样的 是一个四乘六 就是说左边两个人60% 右边40% 那它分别躺下的时候 可以放东西啊 对吧 这样有更多的空间 这些都比较一样的 当然头顶的位置 这台车应该一般的SUV 这个城市SUV都比不了 甚至一些 这个大的SUV 所谓Fullset SUV都比不了 那这台基本款呢 是没有配天窗 当然就不能像木马人一样 把窗户拿掉了 但是呢 这样的设计 肯定也会安静一点 但是这台车也是有这个空调 空调这个 这个Train Level这个级别 那中间呢 大家可以看看 只有速度转速 右边是这个油温 左边呢 这个是油量 很简单的 就这么几个东西在中间 然后呢 空调出风口 完全用的是木马人 吉普木马人一样的设计 当然吉普木马人 是可以不断转 这个的话 它是呢 就是这样子 但是看上去很有 很有吉普木马人的感觉 另外 基本款里面呢 就是CD Player 还有那些听收音电台的 就这么简单了 调天音乐 音响可以稍稍调掉 中音低音啊 那些东西 也就仅此而已了 下面就是空调控制 也是一目了然的 那再下来也没什么 这些都是标准的了 这个防滑的东西 如果路况很好 可以关掉 但是呢 最主要是下面这里 我觉得如果要买这样的吉普 其实我很建议买手排 当然如果是自排的呢 这个是六速的 手排是五速 刚好和木马人是反过来的 木马人是自排是六速 手排是 自排是五速 手排是六速 这个是 这个手排是五速 自排是六速 那运动版搭配呢 是一个2.0的四缸引擎 再上去 这个两驱一般都是这样子了 当然如果选项四驱也不是不行 那四驱的话更推荐选择一个 这个2.4的四缸引擎 旁边是一个这种开放式的放东西 还是蛮不错的 当然具体怎么用很多都可以 这种放手套啊 放什么东西都可以 下面这个箱子呢 是这么 相对来讲我觉得小一点 但是因为它两个嘛 你可以想一想怎么用 简简单单的塑料 手这边的那个呢 一共也是有两层 一层呢 是这种放点东西的 个头不是超大 第二个呢是这样子 当然呢 这个有一点就是它可以往前推 蛮好的 如果是看你对吧 每个人都身高不一样 看怎么样比较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后排 好 后排呢 像我刚刚说的 我觉得这种方形设计的真的很好 头上的空间就会很多 那坐进来的话呢 哦 刚刚唐大叔的位置调的并不算太靠前 但是唐大叔大概1米73左右的身高 你看这个腿之间的空间 肯定是比车好得多 比一般SUV也不差 这边的位置呢 故意往后拖了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 坐两个大人完全没问题 会非常舒服 头顶空间呢 那大概现在 看一看头顶空间呢 哎 还是这样的 对吧 还是有一定的 当然1米90几的人 我估计坐了会稍稍有点不舒服 另外呢 这边也有喇叭在后排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看看后面 我觉得这台车唐大叔真的 因为唐大叔两门的直谱木板人 比起来会非常羡慕 这个后面一大块这个空间 非常的深 因为后面椅子有一定角度嘛 对吧 所以下面 下面这一排的话就会很深 放两个大箱子应该可以放 目测应该可以放 这里平时唐大叔如果睡进来 躺进来的话 应该也都问题不大 有这么大的空间 右边也可以放放东西 这台车呢 有这个全尺寸的轮胎一个 咱们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这台车的空间应该是它最大的优势 那这一台车因为是运动版 是两驱的 它轮胎配的呢 其实还不错 不能说越野的轮胎啊 但是还过得去吧 公路轮胎 但是我刚刚说过了 这台车 唐大叔这个最喜欢的地方 是有个小坡有点土的 所以对抓地力啊 还有轮胎有一定小要求 现在很干 容易打滑 湿地的话 如果你起来更容易打滑 所以这台车刚上来的时候 不能说是太容易的 这个所以这台车 它是有四驱的选项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讲 技术方面的东西 标准的运动版呢 是搭配的2.0的四缸引擎 当然我说了 还有个2.4的四缸引擎 如果是选四驱的选项 那我建议是配这个 然后呢 这个2.0的四缸引擎呢 大概是 不是大概啊 有150匹的 158匹马力和141匹的 这个141tm of torque 就是扭力 那如果选了2.4的 这个引擎呢 我们就可以有 172的马力和165的扭力 那另外的话呢 刚刚提了一下 就是这个变速呢 其实蛮好的 我觉得 自动挡呢 都是六速的变速 木马人是五速的 对吧 所以多一个速 当然对省油和动力 就算这台车我开2.0 感觉了一下 很好 挺好的 这个够用 如果2.4的话 配六速的 这个四缸 这个2.4的四缸 引擎配六速 那可能 肯定是更好一点 所以选了四驱的 那说到这个四驱呢 这台车用的四驱 是 这个说起来就 很复杂 但我尽量简单点吧 不要把大家搞糊涂了 是Freedom Drive 1 Freedom Drive 1的四驱呢 其实它就有点 类似Award Drive 平时它是随时自动会决定什么时候用四驱 但是一般来讲 平时其实就是个两驱了 另外的话呢 如果是选另外一种呢 还可以这个选Freedom Drive 2 那这个一般搭配是另外一个 这个 Transmission 那个的话 其实唐大师说老实话 我并不是非常推荐 因为 虽然咱们是卖吉普 咱们吉普标榜的也是 那个车 那个 就是叫CVT2的这么 Transmission 它是一个属于 大家都知道Transmission 就是变速箱 一般都是 一档一档这么变嘛 然后呢 越到后面 这个越大吧 对吧 因为你速度起来了 这个 换到下一档的时候 那轮子转的一样 转速一样 它就 就可以跑得更快了 不然同样一个小小的 这个一档的话 那你想 那转速要很高很高才可以 但这个呢 就没有这个换档的概念了 它就等于说不断的 这个 随着速度提升 这个 它就一直越来越大 那个 那个波箱 那达到这种 听上去是不错的 但我觉得 包括和大家了解下来 聊下来 实际使用里面呢 嗯 特别是朋友买这个 它是有一个就是 越野的这么一个package 真的去用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用 但平时开的时候还是可以 但是大家买这个 就是因为为了去越野嘛 所以这台车又说回来了 你可别以为可以买一个低价的Rangle 去越野 这台车不是这个定位啊 所以唐大叔也 不会老汉卖瓜 自卖自夸这么乱吹的 老唐卖光吧 好了 老到这就就差不多了 这一部分 当然说到这了 我还是照最近的惯例 开一小段 跟大家聊一聊 好 唐大叔说了 刚刚上来的时候呢 并不是真的很轻而易举 因为这个两驱车 也没有什么越野的东西 轮胎也并不是最合适的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先下去 好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说对吧 越野其中一个就是Grand Clarence 就是这个 这个车还是高度还是不错的 至少刚下的时候没有磕下巴 对吧 如果是一般小车的话可能下巴会吐 这个 这个五速的手动呢还挺好开的 我觉得比木马人的好开 再说心里话木马人的离合什么太长了 所以现在这是一个2.04缸的 然后配的五速的手动变速的 所以开起来是不错的 这台车感觉呢 而且感觉就是挺有安全感的 什么意思呢 就像一些美国车一样开起来很厚实 很有这种 对吧 你感觉开的车用重来行吗 还是敦时呢 还是什么 但如果重的话 这个2.0的小引擎开起来 觉得不是很吃力 所以就是这种安全感我说的 你感觉比开其他那种轻 像这个只坐的一样一些车的时候 更有这么一些安全感 那我再来这个小路里面试试一些转弯 基本上和一个宽度来讲的感觉和小切怒机自由光有点类似 应该是比它宽一点点 和一般的SU差不多 X5什么的吧 然后 这个转弯半径大家有留意到吧 还是很有吉普特点 所以这台车如果真是所谓 我们有两种说法越野 叫轻越野和重越野 或者说叫真正的越野吧 轻越野的话我们讲 其实这个车包括它的避震的感觉 一般的走走雪地 或者说一般的路有点这种不太平的路 问题不大 当然轮胎你自己看好 如果泥地的话不要去试这个轮胎 是公路轮胎还是 不是四季也不是泥地轮胎 那但是避震还有这个离地的高度 一般雨雪天啊 我老说雪天雪天 行吧 这个一般走走一边的这些路应该问题不大 这还挺好的 然后如果真的要找感觉 我还是建议大家买个手牌 不会开怎么办 学呀 哇你看我们前面女孩子 太幼稚 哇我们同事 这是我们顺便提一下公司的唐大叔知道 你们都知道唐大叔公司有改车部门 这是我们改车部门的女孩子 她自己的truck改得很帅 当然Patreon如果真的你就喜欢这个造型 然后又找不到老的Cheloky的XJ的话 这个车你要真的肯砸钱 其实这个造型来讲 真的我很喜欢这个 很有以前的这种吉普的味道 吉普SUV的味道 除了木马人之外 然后现在搞着搞着好像只有木马人是一个很 就是所有越野最最那个了 在吉普家族里面 当然大气温系overland什么都有越野能力 都不差 但是那种感觉奢华越野就没感觉了对吧 开一个简单的车 然后去越野 哇 刚刚不好意思看到路边一台 CJ吗是什么 哇弄得好漂亮 所以当然我现在溜的这条路 我车牌也不放不远开了 因为是这个新车我也不想开太多礼数上去 但是因为这是公司附近的 哦这个同事 nice truck 哇好帅 哇好帅啊 这个女孩开这么帅的车 所以会看到一些很多很屌的车吧 行这台车我说过了 我唐大叔做这个视频肯定是我推荐才会 但是今天我故意花了很多篇幅 篇幅甚至有点唠叨的说清楚 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买 不要以为这个样子回去 以为哎呦 买了个吉普啊 可以去越野什么 他可以去小玩一下 但这不是说那个四驱的可能相对好点 如果你换轮子 但是不要指望像吉普木玩一样 那么夸张去越野 而且唐大叔也说了 另外一个其实我们所谓说的越野的那个 那个package 可有可无吧 我觉得 因为他这个车真是我觉得平时开的很好 全家人 又有吉普的感觉 然后包括suspension那种车震感 我喜欢这个词 车震感都很有感觉 但是它不是那么一个 这个越野为导向的车 大家一路瞄到了 我现在有很多吉普都备好货了 如果喜欢这台车 因为可能之前了解的不多吧 对吧 大家对这台车行 但是这个17年之后 我相信这台车大家可以关注 包括我自己在路上已经发现很多中国人外国人 开始买这个车了 当然不差钱 或者说 其实如果真的对吧 条件允许 我觉得木马人是没什么好说的 该买就买 但是买这个patcher的话 爱国者吧 它并不是一个妥协 因为我觉得挺有味道 特别是配着手块 挺有这种吉普味道 平时在路上开开又超实用 那你要如果相对这个吉普木马人四门的话 那这个肯定是更经济实惠 而且其实我觉得有点更实用 至少上下车小朋友还好上一点 所以我自己大胆预测 这个车将来销量应该会越来越好 哎 不错不错 很好玩的一台车 今天唐大叔其实是用了不算简短的篇幅啊 因为第一次介绍爱国者 Patre这个车 然后这个讲的啰嗦一点 其实我一直我也知道大家很多video都是跳着看的 但是呢 像我自己 因为如果真要了解一个车 三五分钟说的 我觉得不够全面 当然我尽量这样子 如果大家也可以给个意见 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缩短一点 但是说着说的呢 觉得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 完蛋了 唐大叔真是大叔啊 很多事情要交代 交代 跟大家说一下 特别是这个第一次讲这个车型 很多人可能看到过 有一点点兴趣 但是不一定 因为毕竟手头上没有 没有实际的东西嘛 也摸不到 那希望 这个大家看完之后呢 对Patre有一个正确的 对吧 有个正确的去这个了解 然后说不定 我相信 很多人其实是适舍了这个车的 好吧 看完今天视频呢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要顶哦 还没有订阅的人记得订阅 如果觉得太唠叨太长 或者哪里做的不好 或者哪里讲的不对呢 可以这样子 但尽量不要这样子 还是给我留言说为什么吧 你的每份支持 都是唐大叔做这些视频的动力 当然呢 如果你要买这台车的话 别的地方我就没办法了 在BC省或者温村的话 可以来找唐大叔 而且一定要找到唐大叔 不要再买好车 说唐大叔 谢谢你的视频 我和其他人买了 我觉得毕竟 至少暂时唐大叔还是 有渠道的 而且我这里也是最大的店 所以我会把你们照顾好 当然不再推销那么多了 我是白神木暗唐大叔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